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叫做学五行派 请起动手练习 很多人在学五行派 他都是用眼睛看 然后从头到尾 不去找人练习批看看 所以都是自认为自己懂五行派 甚至有网友来跟我讲 说 老师 你的这一个案例 应该乙庚合以后 还有认水会去生乙木 要先生后克 那怎么会是认水去克丁火呢 你这个观念 跟你在影片里面讲的不一样 我跟各位讲 你假如拿这个来问我 我可以跟你说 你不会五行派 你不要再来问我 跟五行派相关的任何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从头到尾都不懂五行派 那为什么你会犯这个错误 你懂的叫五行生克 不是五行派的五行生克 给你清楚一下 这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 而你会有这样的认知 是因为你从头到尾 没有找人练习过 没有批命过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所学的是对错 所以每次网友来 就是只会在这一部影片的八字里面说 这个八字应该是要这样的五行生克才对 怎么会是老师的五行生克 为什么你往往就是针对 影片的八字 因为你没有在练习嘛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状况是什么 为什么我都会要求学生教功课 因为教功课代表你有在练习 五行派的规则 学生都是需要经过老师不断不断的修正 他才真的学得会五行派 你们网友用一只眼睛看 你以为你天资聪明 你就学得会 我可以跟你讲 100个人看 100个人不会 都是自认为的五行派 所以现在还有一堆坊间的老师 我不知道他的五行派是怎么来的 可是他的五行流通是乱七八糟的 原因 大家都自认为 我懂五行生克 就懂五行派 错 五行派有他自己的规则 所以你们通常都没有完整的规则 都是东看一个西看一个 所以都是东拼西凑的五行派 那东拼西凑的五行派也无所谓 就是拿着你现在的观念 去找人批命 你就会发现有错的地方 而这个有错的地方 你不要第一个直觉反应 就是五行派不准 我跟你讲 是因为你没有学会 所以你要去研究 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会不准 所以各位不要把自己的当做天才 用眼睛看你就学得会 那是不可能的事 都要不断不断的去练习 这样子你才会真正的知道 你哪边是对的 哪些是不对的 所以网友请你学了这个五行派 不要又是自认为我懂了 我懂了 请你真正的去找人批命 你就知道你懂不懂 假如批了十个 可是准度就只有五成上下 那你就知道 你根本就没有学会五行派 所以你的准度才会这样 你就要好好的去研究 为什么我会有这些的错误 当你研究出来 慢慢提升你的准度到八九成 恭喜你学会了 这就是五行派 只是你没有老师教 要自己去验证 学生有老师帮他纠正他的所教的功课 所以他会学的比较轻松 比较愉快 就这样的区别而已 所以你要是没有这种 去实证的精神 请你不要来问我 因为我知道 你根本就不懂五行派 不要瞎问你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我私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